為什麼摸黑 整條沒電那樣的 整個黑的 機場免稅店一片黑壓壓 旅客也是一臉無奈 坐在椅子上哭等登機廣播 因為陶機又傳跳電 有兩個航班上百名旅客 出國行程被掩誤 這下子糗囉 14號上午7點半左右 陶機第二航廈地下室配電盤 線路跳脫 造成了無預警跳電 儘管一個小時後就修復 然而桃園機場跳電頻繁 卻已經讓民眾夢搖頭 因為這個行程都是固定的 對對對 會耽誤後面的行程 對對對 從去年12月開始 鮮市長龍空廚工程施工不慎 造成淘機二度停電 接著今年過年期間 也因為大跳電11分鐘 造成一行下出境報道作業中斷 到了3月二行下又跳電 從出境大廳到後機室 免稅店全都漆黑一片 加上這一次 淘機幾乎每個月就要跳電一次 而且原因都不一樣 我們並沒有說 他永遠不會再發生停電事件 應該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就算萬劫捧警不斷 教堂部長賀成蛋還是不鬆口 不敢保證淘機不再跳電 但看在專家眼裡 淘機的供電安全 確實有檢討空間 台南機場應該使用雙回路 台電如果跳錯 AKS應該馬上轉換為UPS 然後起動供電 發電機起動供電 大部分會跳電 應該就是在設備部分就居多 老舊的設備是不是需要更新 被批評是跳電部長賀成蛋也說 會從設施設備和工作流程 同時進行檢討 只是淘機這樣頻頻跳電 服務品質全球第三排名 恐怕也要下滑 旅客更想問 這樣的狀況 他們到底還要 忍受幾回 記者劉志甲 聊一志 桃園報導